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比谷歌早三年开发出了在线3D地图 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并购 我认为我第一个创业 虽然公司卖掉这么很多钱 但我觉得真是从企业运作的角度 我那个创业的东西 可能是个失败的一个东西 他曾是全球最大IG企业微软总部的资深高管 却选择一家国内网站开始二次创业 我认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不能三星而已 至少120 你别80 90 100都不够 120 没退路就做 他在风头纷纷撤资的情况下 创造了全球互联网视频行业最大单笔融资的记录 我们刚开始谈的时候是从5000美金开始谈起 谈到两个亿的时候 我有朋友在桌子下面你踢我的脚了 哇 两个亿了 你耶死了 我在桌面上摇头 他就是PPTV网络电视CEO陶川 本期节目 陶川与您一同探讨视频网站的发展之路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 视频网站到底怎么做 我觉得首先我们来定义这个视频 我认为视频无非就是一种图形文字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 现在包括广播 包括现在垂直型的网站 大家知道像凤凰 还有现在像汽车网站 女性网站 那都发现视频广告真切 那么它已经开始 把它以前的这种图形文字 视频开始转了 所以首先我觉得视频 是一个大视频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实际上在一种新的 这种网络的平台上 它一定有一种新的媒体形式 为什么呢 就像电视台发明了轮波的概念 发明了这种黄金时段的概念 等等这些东西 用户已经开始习惯了 哦 七点钟应该住在家里头 打开电视机 那么到了互联网这种模式起来以后 我认为它应该有一种 适合互联网这种传播模式的 一种新型的媒体内容形式 而不是简单的 把我们今天这场节目 或者说电视台一个剧啊 综艺节目啊 搬到互联网上播一把 那就像以前的我们说 把人民日报搬到人民网 这种不可能成功的 那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模式 电视台的制作叫做内容为核心 内容为网 到了互联网以后呢 我认为可能换一个词叫做 以用户为核心的内容制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定要有用户的一种参与 这种参与不是简单 像我们大家现在说的 我发发帖啊 评论啊等等 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快女真人秀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本身的湖南台的这个 12个快女最后给大家的展现 如果从电视台的话 只有那两个小时的PK 而且两个小时都是最美好的那个镜头 我实际上这帮粉丝喜欢快女 不仅仅说是她的一个歌声的PK 更多人想知道 到底这个快女是怎么成长的 所以我们这次做一个真人秀是什么呢 我们当时装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快乐城堡 然后12名快女入主里面 50台摄像机 你任何时候进去以后 你会切不同的房间 你可以看到快女的训练 化妆 跟粉丝的交谈 还有名人访谈等等 各种节目同时展现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这次 因为以前大家知道像这种 包括电视台做节目的 大家我想最难受的一件事情 只知道收视率 但真不知道谁在看 因为没有用户的信息 刚才我谈到了到了互联网 实际上她的核心是这个用户 所以这次我们快女 在每周五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快女会选在那个叫PK台上 就是说最危险的 为什么她最危险呢 因为她在这一周的 她的互联网的人气指数最低 人气指数是怎么测的呢 是送的这个鲜花数 那么在某网站上 你要送鲜花的话 你一定要注册 所以我们当时有500多万的人注册进来 那么她的粉丝 为了不让她的这个快女 放到PK台上 就不停地买花 不停地买花 而且要调动她的粉丝去找人 送花呀 等于说把那个网络的参与内容 结构进了电视的环节 对 这个首先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些粉丝人群在哪里 节目组 导演组 他们知道 原来是成都的粉丝 现在百分之多少 从那个IP地址就能看到 按那地址就可以看到 这人群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每周不是有一个快女被淘汰吗 被淘汰了以后 在我们的网络上 我们就发现 粉丝数量到底会跌到多少 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第八场的时候 有个DL组合 他们被淘汰了 然后在我们网络上 我发现 DL组合一淘汰以后 流量大掉 粉丝数大跌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 有聚集他们很强的一旁人气 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给到导演组以后 导演知道 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在后面的机场决赛中间 想办法把DL组合 再能够插入进来 目的是想把这个粉丝再拉回来 至少也是拉一种收视率 一种方法 所以说在制作节目的时候 不是我们盲目的 今天就拍一段节目 然后大家说 希望将来有很好的收视率 而在这种连续节目 制作的时候 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的这种行为 把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 可能还做得更强 因为他真正知道 到底用户群在什么地方了 我经常说视频网站 是一个4成100米的长跑 我认为现在刚刚跑完第一棒 现在在跑第二棒的时候 所以说它整个产业链 还没有达到一个 非常平衡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目前这个进行的过程中间 有太多的这种竞争 而且这种竞争已经打破了 以前良性运作的一些方式 包括最近的这种版权的 可以说基本上一个月之间 价格到了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现在这种竞争状态 可能还会持续差不多半年时间 这个半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几家售利还有一些资本 当这个资本达到一定的时候 可能会变成一些理性 但是你的内容上的突破 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 因为目前并没有 我们做网络电视 或者在网络上能做网络型节目的 这些优秀的这种人才 现在目前基本上就是 先把电视的内容搬过来 然后学习电视的一些节目的制作方法 在电视台上做了一档节目 我们在网络上也来一档娱乐节目 电视台上有一个访谈节目 咱们网络上也来访谈节目 我觉得这个不是它内容的一个特色 不是它的创新点 而这个创新点一定要抓住网络特色 让它形成在网络上 独一无二的一种内容体验 你也知道我们在体育方面做得非常强 体育我们就是直播 后来发现 总这么直播下去 也很累 稍贷款 这个广告价值还没起来 看完体育两小时比赛 大家也就走了 观众也就走了 那我们这次做了一次这个直播 首先打破直播间 我们选择上海交大进行 在上海交大的一个空旷的一个体育场里头 我们就拉一个屏幕 然后有个投影仪 投影仪连了一个计算机 计算机连了一个互联网线 然后就是直播上去了 边上我们放了一排摄像机 拍摄完了以后 直接互联网 全PPTV的现场直播 现场解说的时候 观众可以上来PK 是一个开放的场合 当时上海生花队跟日本队打 上海输得很惨 观众们刚刚看完球的时候 憋着想说 那个情绪是最最激烈的时候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说好 我们一个是线下观众全部打开 第二线上观众全部打开 线上观众可以把他们发的那个评论 啪啪啪在屏幕上全部出来 因为我们摄像机是针对这个屏幕 所以把这个东西全部都给 在整个互联网就传播上去了 所以很多观众开始进来了 我当时球员和教练坐在这个台上面 然后观众开始发问 这次大家没有想到 观众上去来问这个问题 当时教练你怎么不换这个人 当时你怎么不射门 当时你怎么不穿球 当时你怎么不跑位 这个互动最后做了什么 做了三个小时 那么这个我刚才就说了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互联网 这种平台 把节目的形式给他有一种变化 让他更觉得一种亲和力 参与感 我觉得这也是网络上的一种 新型的表现 你更加满足了一些小众 这是互联网的分众化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在不同的频道 让不同的人来接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最近在广告词里头 我们叫每个人的网络电视 所以说传播模式的改变 会引领一种节目制作的改变 那么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制作的 媒体人里头 去更多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 坦率来说 这点做的我觉得可能超过国外 因为我也是海外回来 我在外面也是看到地外面 有什么东西 我发现实际上中国这方面走在前面 你竟然说你认为你自己 牛也好 强也好 自信也好 那你得丢一个自信的数字出去 当然这个数字我一直没有认出去 是它一直在加 我现在在想 就是说如此不确定的一个行业 然后呢 盈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 甚至在什么时候展开 都只能靠你这个复合心人才的 它一个成长的过程 带着这样一个情况 你是怎么能够融到 比上市还更多的钱 有的时候是真是机会 这个事我也没想到 但说来说 真没想到 这件事呢 是当时在12月24号 孙正毅先生到上海来过这个圣诞节 然后我们当时的投资人有一个联系 孙正毅先生来了 那么我们安排一个十分钟的见面 见面的目的 当时跟孙正毅说的就是要融资 没有 这可能是谈判的一个技巧 就你越想要的时候你越不能说 那么去的时候呢 我当时准备了三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第一件事你一定要用你的人格魅力去打动它 因为让这些人相信你的话 首先他要相信你人 所以你要把自己先包装起来 这个我就坦率地说 一定要包装起来要告诉他 那么见到以后我就说 嘿 我这个前微软的 负责亚太区的 在微软做了快五年 以前我是自己创立的企业 卖给了微软 我第一个工作是教授 而且我是首席研究教授 33岁拿到终身教授 他说 那你到这个公司来干嘛 我说 我看来看去 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好的一个行业 更有一个机会的行业 因为对他这种人讲 一定要讲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 不要那么什么视频啊 内容啊这些东西 更大的一个东西 那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在做第三根线 第一根线我说就是 家里的有线 第二个是装一个卫星锅 我说第三个 有了互联网 他说好 你现在情况如何了 我说我现在的人群 已经达到每天有两小时 40分钟的这个观看市场 而且目前覆盖是 2.4个亿的人群 你告诉我这家公司 值不值钱 那么那个时候 也一个插曲 就是我给他准备了 一个10分钟的这个PPT 讲了7分钟以后 我计算机就没电了 没电了以后呢 他可能意犹为尽 他是这样子 他说你下周到我东京 给我的team介绍一下 你的公司 那么当时就安排 12月29号到东京 他的office 直接给他做presentation 安排一个小时 那么我心里也清楚 他应该是对我们有兴趣的 那我去了以后呢 怕把这个PPT好好地给他们介绍一下 包括数据环境 花花一大堆东西 但孙先生实际上他也不是傻的人 他前面就开始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反调查 因为我们的公司的早期的投资人 是日本软银在中国的投资人 就是上海叫做中国软银 所以说他的公司里是有我的数据档案的 有我们公司的东西的 讲完一个小时以后 他说好 OK了 听懂了 然后我们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谈 然后也很巧 因为我以前负责亚太区互联网 在日本也有一些朋友 也非常不错 我跟他谈到了一个朋友 我说Mr.孙敬 然后他说 孙敬是我董事会的人 他说Vincent你也认识 其实你知道是董事会的人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上次在午餐会 谈这个融资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就一直围绕这个东西谈的 我们一会儿会把话题拉开 谈谈别的事情 我会故意地拉开 他说马上打电话问孙敬 他说你知不知道 Vincent桃这个人 孙敬说我知道 这个人很厉害 所以也是 他查了一下背景 所以我知道 我这件事 他非常想做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比较有底气地 慢慢跟他去谈 他说你需不需要钱 我说钱总是需要 但是我说我不急 他说这样 他说我先放五千万美金 50分钟 怎么样 我说这个没什么意思 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五千万美金 我说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需要这点钱 然后他说 Hanjua twenty 1.2亿美金 我说没什么意思 他说两亿 后来我下面人就开始推我了 两亿 好了 那天确实有点超正常的发挥 这坦率来说 非常的自信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用英文交流的 我的英文在那房间里是最强的 最牛的 所以你这个自信和心理实际的急 能够融合在一起 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他能接受的状态 那时候真没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 那时候真没急 没急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也没想到他会投那么大的钱 是一个surprise 在我们当时去之前 我们内部就有讨论 当时董事会就说 这次去争取能够融到六千万美金 我说六千万美金太少了 我说应该minimum一个亿 因为我觉得像孙真义先生这种人 投五千万六千万美金的话 不应该是他的一种level 或者你要的那么少 都不是他的一种level 你既然说你认为你自己 牛也好 强也好 自信也好 那你得丢一个自信的数字出去 当然这个数字 我一直没有认出去 是他一直在加 这实际上是谈判过程里面 最好的一种状态 一直是他过来加 加过来 所以这次也算是一个 非常顺利的过程 可以说七十年代 大家PK的是一种技术 八十年代 就是PK一种叫做产品 九十年代的叫做体验 但是到了两千年代的时候 PK一个什么呢 一个品牌了 我觉得网络视频 在三年内 很难看到大规模盈利 您同意这句话吗 很多东西确实很难去预料 因为像三网融合等等 这些东西出来 现在我们大家一谈互联网 总是觉得是PC 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手机 已经到了pad上面 已经到了这个电视终端 机顶盒 所以说通过互联网 这根线一连以后 这种视频展现的形式 和它可盈利的空间 是有的 所以我先不敢说三年 但我认为 可能在两年内的 这种大规模盈利 因为毕竟是个投入阶段 大规模的盈利 可能还不一定现实 但是一旦盈利的时候 它是超大规模的 如果你有自己 独特的这种内容资源 有一个用户 为什么上你的 一个根本理由 不是说 转播了一个电视剧 这种理由 一个必看的理由的话 而且是持续的理由 持续的一个理由 就像为什么我要看报纸 为什么看电视等等 这个媒体也就成熟了 这就跟我们 现在电视台一样的 有人说有视频网站 是不是就是一家还是两家 我认为只要进入内容行业 你会有很多家 会有很多家 当然有大有小 但是会有很多家 需要多少时间 来教育这个市场呢 从目前的市场比例来看 可能还有一个 相当的一个过程 因为目前电视台广告的市场 800个亿 互联网视频的市场 30个亿 虽然明年能涨到60个亿 就是翻了100% 还是一个不成比例 就首先这个企业 如果是短视的话 每件事说要挣钱的话 我觉得这种企业 可能也不会做大 可以说70年代 大家PK的是一种技术 80年代就是PK 一种叫做产品 90年代的叫做体验了 但是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PK是 PK一个什么呢 一个品牌了 因为技术大家也可以复制 产品我也可以学得快 那么品牌 或者你的创新的这种能力 或者持续创新的能力 可能慢慢是 大家会非常认可的 那么这也是迫使 现在的网络公司 非常大规模的来进行 自己一些品牌节目的一些制作 把品牌的影响力拉起来 因为品牌影响力拉起来以后 才可能把单点击量的广告价值提高 对 才有定价权 对 才有定价权 我认为呢 在将来 如果大家这种网络视频 如果能活得非常好的话呢 可能一定必须的 要进入收费模式 那么在其他自己节目的制作啊 还有新闻 实证等等这些方面 那你可以通过广告的形式来去做 我想在明年大家会觉得 网络上的节目会很多的 因为今年的版权 已经涨到 大家买一个电视剧 花三千万 那么三千万 我们做一个非常漂亮的节目 也就到了这种大的资本层面的时候呢 因为它已经不是小玩了 我觉得是有出彩的机会的 你说有逆转出现 有出彩机会 明年我觉得 也希望看到行业里头 会有很多出彩的一些 网络上的新型的一种内容的东西 而且慢慢会变成的一种 不能说是主流 但是它一定是趋势性的东西 大家有点像跟风的想去看 会慢慢出现